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現在朵朵發出一個公告 他說若一個夏威夷披薩調漲前的售價是X 這個公告就是說披薩的售價皆調漲10% 那調漲前的售價如果是X的話 那則會員購買一個夏威夷披薩的花費 公告前後相差多少元 那會員他這個公告前 他這個要花多少錢 要花85折 乘以多少 這個0.85 0.85 然後漲價以後 漲價是調漲10% 那就是1加10% 就是1.1 X 調漲後的售價 打9折 乘以0.9 這個是 調漲後 會員的售價 這調漲前會員的售價 那麼差價多少 差價 我們用等下好了 差價就是 調漲後比較貴 就是 1.1 乘以0.9 那減掉多少呢 調漲前的是0.85 不是 那這樣你多少呢 這樣的話呢 這個是0.99 0.99 那減掉呢 減掉呢 0.85 這是4 1 0.14 0.14 0.14 調漲前後差價是0.14 所以答案應該要選C 1.5 0.15 0.10